发生话题追根究底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线热宗 我是林一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极尽的宇宙当中 到底有没有能够跟人类对话的智慧生物呢 其实早在1970年代 美国就两度发射了宇宙飞船 攜带给外星人的一封信 利用类似平中性的概念 在茫茫宇宙大海中漂流 看看哪一天能够遇到有缘人 把它给捡起来 给外星人的平中性里头 其实是唱片的形式 上面有地球上的著名地标 包括了美国旧金山 金门大桥 印度的太极马哈林 还有中国的万里长城 更收录了当时美国总统卡特 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等人的重要谈话 连贝多芬的交响曲也收录其中 这封信可以说是充满了人类友善的语言 不过一直到现在 这些平中性都还没有等到任何的回应呢 能够解码这个阿瑞希波讯息的一定是跟我们人类的文明相当的一个万星文明 否则的话这个文明是不太可能解码开来的 看似密密麻麻乱无章法的二镜位电波 背后隐藏的却是人类的生存密码 而这串密码的目的地是距离地球两万五千光年的M13球状星团 那边因为密度很高 星星的密度很高 所以那边会存在行星的几率也很高 所以也会有可能有生命几率也很高 科学家相信 由三十万颗恒星组成的M13星团 外星生物存在的可能性相当高 于是发射了一千六百七十九个由二镜位组成的讯息 唯有将这一千六百七十九个密码 正确排成七十三乘二十三的长方形 才能正确显示讯息全貌 但光解开排列方式还不够 因为溢入眼帘的将是暗藏地球文明的七排五字天书 第一排是表达的是我们地球上用的数字系统 一到十 可是它因为是用二镜位的数字送出去 原来第一排指的是数字系统 第二三四排代表人类DNA所包含的化学元素 基本结构以及双螺旋形状 第五排中间画了一个人形 则是地球上的主宰者 人类的基本资料 你只要会解码这个你就可以知道 人类的平均身高是176公分 那中间这个就是人形 那可以看出人类大致的形状 那在最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说 这用这个方格所表示的就是 当时地球上面的总人口数 而第六排揭露了地球在太阳系的柱子 最左边九个点组成的方形是太阳 由左至右分别是九大行星 一旦参透此图就能按图所记 找到传送讯息的发源地 比较小的这种类地形状就用一个的方格来表示 那第三个的部分在地球那个部分 地球是特别地位是特别被凸显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去猜测说 这个讯息应该是从地球这个地方被发送出来的 在讯息的最后一排 科学家用点针图画出了发送讯息的 阿雷希伯望远镜 七排密码在打散之后送进宇宙 尽管当年满怀期待 向星际伸出友谊的手 但看在现代科学家眼里 要想获得回应 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算收到以后 他们就说回电回来的话 那又要两万五千人左右你知道 所以大概估计在公元五万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讯息就会回来 正当学界不再抱持太大希望时 2001年 英国的齐伯顿天文台附近 却意外发现了 此针对阿雷希伯讯息的神秘恢复 当你说 我们把信息出现 我们回到怪物人的回答 仿佛回应阿雷希伯讯息一般 一夜突然出现两个麦田圈 一个看上去像经过数位处理的外星人的脸 而另一个讯息经过解读 竟然是外星人的自我介绍 上头写着 外星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00.8公分 人口数量大约85亿等等资讯 难道真的有地外文明 顺利解开了阿雷希伯讯息 还利用神秘的麦田圈相互回应 原来他在回答我们这个 原来发出去的那一个图案 他告诉我们 他长的样子是头大大的 身体小小的 他居住在差不多有点像我们的 所谓小行星群的那个位置 然后他们的染色体是不对称的 然后他们所吸收的这种气体 也跟我们不一样 虽然这麦田圈的真实性 学界始终抱持着怀疑态度 甚至认定人为的可能性 非常的高 但也不难看出 人类长久以来对星际交流的渴望 尤其在70年代 NASA甚至在太空船上 放了张地球名片 企图到外太空去发送 我们人类长久以来的 宇宙和宇宙和宇宙 宇宙和宇宙和宇宙和宇宙的 宇宙和宇宙和宇宙 先锋者10号11号都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在上面 那那个是15层25公分的 然后它就是为了 因为太空环境比较恶劣 有一些尘埃什么 所以它就用渡了金上去 金的话就是它化性最低 所以它最不容易跟其他东西反应 所以可以保留最久 1972年 美国太空总署在即将出发 前往沐星土星探索的无人太空船 先锋10号11号 各装载了一张镀金铝片 希望在完成任务之后 能借由太空船 将地球名片送往金牛座的方向 预计200万年后就会抵达 这个很有名的 用雷尔拉多·达兵器画了 一男一女的裸像 然后这边是太阳系的水星金星 这个内行星嘛 外行星的切割 告诉外星人地球是第三个 行星这样子拉出来的 这张地球名片 不但描绘了人类形体 注明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定位 最下方甚至刻上一艘 先锋者号从地球飞出 虽然相较于阿雷西伯讯息 简单易懂得多 但仍然有科学家质疑 看似友善的地球名片 在外星文明的眼中 会不会充满挑衅意味 唯一有问题是这一男一女的画像 虽然他告诉你 他地球人有两种性别 可是你可以看到上面是没有穿衣服的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误解 那是不是外星文明会认为地球人是没有穿衣服的呢 那第二个 那你可以看到男生 他把这个男性的人 他把手举起来 光把手举起来这个手势 那不同的文明就不同的解读了 光在地球上 那对于西方文明来讲 它可能是一个打招呼的手势 那对其他文明来讲 它不见得是一个友好的手势 它有可能是一个挑衅的手势 尽管发出这两张地球名片 立刻引来许多负面的质疑 但科学家依旧没有放弃 向外太空自我介绍的各种契机 1977年NASA发射航海加号 主要任务是研究太阳系 但实际上却夹带了一张金唱片 里头收录了用以表述地球上各种文化及生命的声音及图像 在当时堪称最化时代的先进科技 以前叫做十二传统的黑胶唱片就这么大 那这个上面有地球上很多种语言 包括我们的闽南语 北京语 广东话都有 还有客家语 就一些问候的话 还有这个风神语声 动物的声音 还有机械的声音 就是让其他星球的高等生物 来知道我们地球上是有生命的 航海加金唱片收录了21种地球的声音 90分钟当时被公认最美妙的音乐 还有55种语言问候语 光是华语就收录了4种 包含北京话 广东话 甚至密南语都收录其中 各位都好吧 我们都很想念你们有空请到这儿来玩 太空朋友 您好 您吃饭吧 有缘个来我们吃多 这有点像在这个宇宙的大海里面 丢了两个平中心出去 可是这个宇宙实物之大 这个要捡到很久已经很久远以后 然后等到他们捡到以后 也许地球已经不存在了 2012年10月 NASA确认航海加号已经穿越太阳性边缘 成为史上第一艘飞出太阳系的无人太空船 能不能有戏外文明拦截到这张金唱片 顺利解读还是个未知数 但地球上已经出现无数次的飞碟目击事件 难道这些不明飞行物体 会是外星生物给地球的神秘回应 三毛在撒哈拉跟他的先生 霍西和西 他们在一个小村子 就曾经写下当时的一个募集的证明 就是他们所有的村子的电力 都被干扰而终止 天空出现异常闪亮的发光体 移动速度与方向 接予人类飞行器久运 更有一半以上呈现椭圆或圆盘状 美国堪萨斯航天中心 甚至根据这些募集报告 打造了一架外形极可乱真的飞碟模型 我们常常在建设的东西 我们有颜色和颜色的颜色 但与这些宇宙的宇宙 有很多颜色的颜色和颜色的颜色 到底不明飞行物体能不能与外星生命 曾造访地球画上等号 科学家逐一驳斥 更强调目前超过95%的神秘飞碟目击 都能提出合理解释 以目前我们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塞艇 就那个发现的UFO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用合理的解释 说它其实不是从外太空来的 而且不是所谓的飞碟 通常都是那个金星衡量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绝大部分 这种时候的募集 最后证实其实都是金星 虽然大多数的飞碟募集 都能被证实是自然现象 或其他人为因素 但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科学家依旧难以否认 想想我们是唯一的世界 最后能够保持生命 最后能够保持生命 最后能够有点短心 既然有很多不知 也许多多不知 也许多可能有其他人生存在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以目前的知識 都認為是不可能發生或什麼 那可是當然我們不用那麼貼詞的 把所有可能性都排除掉 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了解 有些事情是可能發生 如果有一個智慧的生活 然後他們來這裡 就像古鎮巴士和英國 只會是英國 一旦將來星際間接觸無法避免 數千年的人類文明 會不會一夕間灰飛湮灭 浩瀚宇宙中 如何找到和平共存的平衡點 將是地球人類永續生存的重要關鍵 您或許會想 哪一天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撿到了平中性 甚至直接就跑來地球訪問 到底應該由誰來接待它呢 到底是美國總統 歐盟主席還是教宗 或者是聯合國秘書長呢 其實通通都不是 因為聯合國早就指叛了一位 馬來西亞籍的女天文學家 作為外星人大使 來擔負這個重責大任 據說聯合國甚至都想好了一套 標準的作業程序 例如要先對外星生物消毒等等 不過最高指導原則 還是要善意溝通 不過外星人有沒有可能早就 已經來造訪地球了呢 我們休息一下要帶大家來看看這個非常神秘的 羅斯威爾事件